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古今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在這一次妖精改版當中推出的 妖精的裝備轉換喔 沒錯 我們這一次就是要來介紹 裝備轉換的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就先介紹妖精的部分 那法師的裝備轉換我們就放在另外一篇喔 我們再另外做一部影片來介紹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武器的部分喔 在子武這邊基本上就是 幾階就是轉幾階 這樣是一階的武器 一階的子武 就是轉成一階的烏格盧茲長弓 還有一階的甘特短刀喔 那這三階的子武部分呢 是可以轉成克特之劍 此其的烈焰之劍 惡夢長弓 還有這一把阿拉斯泰爾的短劍喔 三階的是轉色四把 接著是紅武的部分 紅武的部分有看到有人拿這個 惡魔的單手劍來轉換成 惡魔王弓 惡魔王弓 還有惡魔王弓 基本上是可以轉成這四把武器的喔 那在藍武的部分 是轉成雷羽之劍 至乘者之劍 水晶轉劍 還有魔短喔 轉成這四把 另外在魔族武器的部分 是可以轉成魔族之劍 另外還有一把就是 魔族之劍 魔族之劍 魔族之劍這一把是單手的一個劍喔 魔族武器就是轉成這兩把 好接著是防具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來看頭盔的部分 在紫色頭盔的部分 我們有看到有用這個 杜沛里恩的面甲 來轉成納格巴茲的一個 頭盔喔 頭盔的部分我只看到有人轉這個 其他的頭盔我是沒看到有人在轉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盔甲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來看龍甲的部分 那龍甲這一次轉成妖精 在轉這個全員喔 安塔瑞斯的全員 或者是安塔瑞斯的霸氣喔 霸氣就是回血比較多 然後全員就是回魔比較多的 看玩家需要哪一種 好接著是古老系列的盔甲喔 那古老系列的是可以轉成古老的皮龜甲喔 好這部分是有看到有人用這個古代的靈甲 然後來轉成這個古老的皮龜甲 好接下來是英雄套裝的部分 那英雄套裝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有人拿這個 艾斯卡洛斯的盔甲 轉成這個 克特阿 惡魔 格勒西亞 還有十環奇士的盔甲喔 就是 艾斯卡洛斯可以轉成這四套 不過這一次的套裝轉彎啊 是不能轉成艾斯卡洛斯的喔 艾斯卡洛斯可以轉成這四套 不過這四套是不能轉成 艾斯卡洛斯的 基本上艾斯卡洛斯這一套 應該是不能轉彎的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披風的部分啦 在披風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這個 約尼爾的口棚喔 約尼爾的頭棚 可以轉成 納格巴斯的頭棚喔 基本上這兩件應該是互轉的啦 不過你轉妖精頭的話 就是只能轉成納格巴斯的頭棚 因為 約尼爾這一件是不能給妖精來穿的喔 另外在螞蟻翅膀的部分 我只有看到有人拿金色轉成這個銀色的啦 不過我是沒有看到有人拿銀色轉金啊 只有看到金轉銀 好接著是稀有階級的披風喔 稀有階級的披風 我只有看到有人用這個 異色戰鬥頭棚 轉成這個螢光還有巡頭獅頭棚喔 好接著是庫斯的部分啊 庫子的部分我這邊是有看到有人用這個 納格巴斯的褲子喔 納格巴斯的褲子妖精是不能用的 然後他把它轉成這個 格拉迪翁的褲子喔 格拉迪翁妖精就可以使用啦 所以在紫庫的部分就是可以用這個 納格巴斯的褲子轉成 格拉迪翁的褲子喔 好接著是紅褲的部分 紅褲的部分我是有看到有人用力量 喔有人用這個力量性甲 轉成敏捷啊自立還有魔法褲子喔 另外也有看到有人用這個魔法褲子 轉換成力量敏捷跟自立喔 所以基本上這製件褲子應該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應該是啦 好接著是鞋子的部分喔 鞋子的部分我是有看到有人用這個 納格巴斯的褲子轉換成這個 艾麗絲褲褲喔 納格巴斯的轉艾麗絲啊 我是有看到這部分 轉頭的部分只看到這兩窗啊 那生命王的部分我是沒有看到 搞不好應該也是轉成這個 艾麗絲褲褲啊 不過我是沒有看過啦 沒有看到有人轉這個啦 只有看到走路的轉艾麗絲 好接著是紅鞋的部分 紅鞋的部分 有看到有人用這個大腳的鞋子 轉換成古龍皮還有塔拉絲殘靴喔 另外也有看到這個 有人用這個塔拉絲 然後轉成古龍皮殘靴喔 這一次是不能轉成這個馬優的鞋子喔 因為馬優的鞋子 邀請不能穿啊 接著是稀有階級的鞋子喔 稀有階級的鞋子有這四件 力量啊敏捷智力 還有一界戰鬥的長距喔 基本上這四件是護轉的 這也護將轉腕喔 看你要轉敏捷的啊 或者是一界戰鬥的長距喔 基本上大家要轉妖精的話 應該會轉成敏捷的啦 除非你是要拿去抽場 你就會拿去轉其他的鞋子喔 好接下來是手套的部分 在手套的部分啊 我是有看到有人用這個 加7的激怒手套 轉成這個 加5的守護者手套喔 因為他們的安定值是不一樣的 像這個 激怒手套安定值6 喔 守護者安定值4 所以它是用這個 加7轉成加5喔 也就是過1轉成過1啊 喔那在紅色手套的部分 是有看到有人用這個 塔拉斯的手套 轉成 神聖的王甲喔 好接下來是 藍色手套的部分 這邊我是有看到 有人用這個力套 轉成這個 石手 還有 A色精靈者的石套喔 另外我也有看到 有人用石手 來轉成這個 力量燈 黑色精靈者的石套喔 所以基本上 在藍色手套的部分 是可以轉換成 這張的手套的喔 好接下來是 副手的部分 在副手的部分 我只有看到有人用 加3的殺蟲 轉換成這個 加3的螞蟻 或者是 加5的反盾喔 那在 直色壁甲這邊 我只看到有人用 殺蟲來轉啊 沒有找到其他 轉職的影片喔 其他的部分呢 不知道怎樣 如果有玩家在之前的轉職 有轉過這種 壁甲類的 可以分享一下 其他壁甲的一個轉換喔 或者是 反盾可以轉成哪一種 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好接著是 紅色的一個副手的部分喔 這邊我是有看到 有人用這個 手奧的壁甲 轉換成這個 布什鳥的壁甲 還有 俄羅斯的壁甲喔 就是有人用 手奧壁甲 轉布什鳥 還有俄羅斯 好接下來是 藍色副手的部分喔 在藍色副手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有人 拿這個 武光盾啊 神光魔法書 還有提盾喔 這三個是可以轉換成 古代神的壁甲 還有 古代都是壁甲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轉這兩個啦 主代神聖壁甲 或者是 古代鬥士壁甲喔 那在神聖青銀盾牌的部分啊 這個紅盾 我這一次就沒有看到有 玩家來轉這個喔 感覺上可以用其他的紅盾 來轉成這個 神聖青銀盾牌喔 好接著是 戒指的部分 戒指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有人 拿這個 死神戒指 來轉換成 雷亞戒指喔 死神可以轉成雷亞 接著是 紅色戒指的部分啊 我這邊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阿努比斯的戒指 我拿阿努比斯的戒指 來轉的話 一次有出現 賤尼斯戒指 命中之戒 還有聖地戒指 這三個的選項 另外也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賤尼斯戒指 他拿賤尼斯戒指 他拿賤尼斯戒指 來轉 然後有出現 命中戒指 聖地阿 阿努比斯的戒指 有出現這三個喔 這基本上我認為 所以我認為 這次的戒指 應該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喔 那在這一次的妖精改版阿 這個命中戒指 也有加強喔 像他有增加這個 防禦負一的能力阿 另外還有 看暈的能力喔 所以這一波的妖精轉職阿 也有很多人 轉這個命中戒指出來喔 接著是 神聖的能力戒指的部分阿 這邊我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神聖的賢者戒指 來轉 然後有出現 神聖的聖戰戒指 還有神聖的敏捷戒指 另外還有這個 俄羅斯的戒指 也就是魔王戒指 所以 能力戒指的轉換是 比較特殊的喔 你可以用能力戒指 來轉換成魔王戒指喔 原本以為要轉法師 才可以轉魔王戒指喔 沒想到 轉妖精就可以 轉出魔王戒指喔 所以想要魔王戒指的玩家 可以去收集一下 神聖的能力戒指喔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 拿神聖的能力戒指 來轉魔王戒指喔 接著是 項鍊的部分阿 項鍊的部分 我這邊是有看到 有人拿 戰士的物身符 轉換成 光施者哈的物身符 那在 紅色項鍊的部分 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海魯拜 轉換成 愛比斯項鍊 這是項鍊的部分喔 接著是 腰帶的部分阿 腰帶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古代巨人戒指 來轉換成 歐吉王的腰帶 那在 紅色腰帶的部分 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巴蘭卡的 骷髏腰帶 轉換成 太坦皮帶喔 接著是 手丸的部分喔 手丸的部分 是有看到 有人拿 力量手丸 轉換成 敏捷手丸 還有 智力手丸 那基本上 我認為阿 這三個手丸 應該是可以 互相轉換的喔 那在手丸的部分阿 我是有看到 有人拿這個 防禦手丸 轉成 王金 風姿 還有白金手丸喔 基本上 我認為這四個手丸 應該也是 可以 互相轉換的 好 那以上這些就是 這一次妖精改版的 妖精的 裝備轉換部分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 記得訂閱喔 掰掰 再來一次 請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謝謝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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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